你好,欢迎收看6月27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 台东县政府委托高雄代销一般加户垃圾 再向高雄焚化厂换回再生力量 作为出海口污水处理厂基地填土工程 遭到环保团体及市民代表会质疑会污染到地下水及海洋 今天环保署人员实地勘察之后 强调一切合乎现在的法令使用规定 台东县政府将从高雄焚化厂换回的再生力量 作为太平西出海口污水处理厂基地的填土工程 遭受到环保团体以及市民代表质疑 这样的做法会污染地下水以及海洋 现在问题出现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台东要运回抵渣 事实上是环保署它失职 因为环保署在调渡 从去年12月的废清法通过之后 环保署可以调渡 就是各个焚化炉的燃烧 那么它的优先顺序 第一个是在地县市的家庭用垃圾 家用垃圾 第二优先是外县市的 没有焚化炉的那个外县市的家用垃圾 要第二优先 有余意之后 第三才能够烧事业废弃物 所以其实就是说今天导致 我们这个没有焚化炉的县市 送去外县市烧的时候 却要换回抵渣 当然这个抵渣的比例本来就不合理了 但是今天会导致这样是因为 事实上是环保署它废弃自己的职整 让环保署科长以及环保局副局长 一同来到太平溪实地查看 并与环保团体一同讨论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表示之前那个中南部发生的问题 中南部大家都知道 那个硬程嘛乱堆嘛 被问到再生地料使用是否合法 科长则表示 再生地料在出厂就会检测是否残留重金属 一定要合乎规定才能使用 并强调台东将再生地料使用在污水处理厂基地填充 一切都是符合规定 感想来讲都是符合我们目前抵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这个部分现在来讲是都符合规定的 那廖老师的部分他有他的看法 我们是尊重啦 那这个部分先生我们他报 他认定他是一个他自己的工程的部分 那用这样的方式 目前看他检视的相关法令来讲是都没有问题的 台东污水厂用地的这一个整地工程 我们运用的这一个抵渣资源化产品 也就是再生地料 那再生地料的这一个运用 我们台东县这种 我们台东县环境保护局 完全是依照中央所订定的垃圾红化厂 红化抵渣再利用管理方式的这个规范 也就是他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他的这个资源化产品必须经TCLP 毒性特性农出实验程序检测合格 符合这个第二类型的这个规范 那我们再来运用 那这边他要运用的话 他必须高于地下水位一公尺以上 那这里的这个地下水位是在三公尺以上 也就是说TCLP检测合格 他对除浪及地下水的这个防范 是否国家法令的规范 这边要特别来提出说明 那这边是整地工程的运用 而不是所谓底渣的汇气填埋 我们台东县州必须提出这样严正的这一个说明 环保局更提到 为了维护民众居住的权益 在填埔的过程也开放民众一起来监督 一同来维护台东的自然环境 记者蔡丞翰台东市报道